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武藤游戏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呃,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在看那个脸书的社团讨论区呢 有发现,呃,有一些玩家就是公审文啊 下面就会有人会说,啊你那么强,你怎么 呃,不要去打超联什么的 那我发现,好像还是有很多观众,很多玩家他不太清楚 我们这个灌篮高手Slamdown这款游戏的一些官方赛制 到底什么是冠军杯,什么是超级联赛 那我在这一支影片呢,也会清楚的跟大家说明 哦,到底什么叫冠军杯,什么叫超级联赛 好,那我们首先先讲冠军杯 因为最早呢,在这款游戏里面 最早出现的官方赛事的比赛就是所谓的冠军杯 而且一开始并没有所谓的超级联赛 那第一届冠军杯呢,哦,就是 我记得第一届冠军杯并不是线上赛 他一开始好像是去台北世贸电玩展吧 然后去打,打到四强之后 最后才是变成线上赛 然后他是回归,就是他那个四强的比赛是 隔了蛮久的时间才打的 那最后,我记得总冠军是由这个 孤儿三宝团对上我们的老爷不要 那大家也知道最后就是老爷不要 顺利的击败了孤儿三宝团 也是我们S1的冠军杯的这个冠军 那第二届冠军杯呢,我就有报名啦 就是这个著名的山帅茶馆的事件 那事件是之后啦,冠军杯是没有事件的 那我们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哦 那时候叫做冠军高手冠军杯 台湾区哦 可以看到是台湾区,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早期啊,一开始那时候冠军高手 是非常多人在玩的时候 那时候比赛的规模也是相当的盛大的哦 他是分成了所谓的台湾区跟港澳赛区2块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呢 你在比赛的时候,你512强,光是台湾区哦 你就要从512强这样子一路杀杀杀杀杀 然后256,128,64,最后杀进8强 以前要打进来的难度其实是比现在高不少的 而为什么这样说呢,光队伍的那个数量就多 那再加上那时候一开始是采取所谓的BO3 那BO3你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翻船了 所以就再见了这样子 所以BO3就是谁先赢2场谁就赢了嘛 那这边也是可以找一下我们这个 就是三帅茶馆的这个队伍 有空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年的三帅茶馆事件是怎么样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 那以前是有分赛区的 就是分台湾区跟港澳赛区的 那你如果可以顺利打到8强呢 就会进入我们所谓的视讯环节 那就是DC视讯环节 因为在海选的时候他是不会要求你要进DC的 因为官方其实没有空去那个 没有办法去那个 就是 呃 一支一支队伍这样每一个人都派裁判去哦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海选的时候呢 他是采取所谓的就是你时间到 他会有一个报到的时间 你要进来CGA这个官方点那个报到点下去之后呢 然后你跟对方直接加好友约站 然后也这个时候不是裁判开房间 是你去约对方 然后开自订这样子 然后打完之后呢 你再把比赛的截图截下来 然后上传到CGA这个网站之后呢 然后你就会出现这个结果 就像这个什么2比0啊这些 这也是上传结果之后 哦他这里会有一个报到的地方 你随便点进去 假设是你们的队伍会有一个报到的地方 好那打到8强之后呢 就是有就会有视讯转播的部分嘛 就是呃 亏皮啊阿嬷他们就会负责转播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 所谓的这个DC的视讯环节 那这时候呢 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比赛给你的张力以及压力 因为很多人在看你的表现 而且呃你还要面对哦 有裁判的这个DC要全程开着视讯这样 然后要拍你手戳的样子 所以很多人以前就在说什么 哎搞不好有些人偷偷用模拟器什么的 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海选我不敢讲 海选真的不敢讲 因为之前也有人在那边 哦偷偷问说 哎海选是不是有人偷用模拟器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海选他没有强制说 你一定要有露营啊或是怎么样的 所以其实你也你就算去 我记得好像小抱抱他们也有被检举说用模拟器什么的 但是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坦白讲 因为海选他就没有这样子要求 他就是只有你要报到 然后你要那个 哦上传那个 准时报到准时打比赛 然后上传那个战机截图 就比赛结果给他这样 可是到超联资格赛 以及八强的这时候 就一定全程都是视讯的 所以不用担心哦 这些打能打到最后的 他就算是海选用模拟器好了 他这边也是会曝光 也是会挫赛 他也没办法就是用模拟器打到底 所以基本上呢 在八强的时候就会进入视讯环节 那这一次 像包含上礼拜天刚结束的 这个超联资格赛 有很多星星队伍 他们第一次打到这个环节 他们一定是非常的紧张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长打比赛的老屁股来说 哦 知道视讯嘛 习惯了 但是对于他们那些第一次打的时候 就跟我当初第一次打到这个环节的时候 哦 那是紧张的钥匙啊 那真的是紧张的钥匙 那手都这样子耶 那手都这样 哦 那个有可能会按不好 那个跳扣可能都是按不顺的那种哦 那是真的很紧张 因为 哦 第一个你上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转播了 哦 你已经上电视了 那第二个是 哦 视讯拍着你这样子 你平常可能不用 你平常可能什么姿势都可以 但是今天哦 视讯拍着你好像要做一个 哦 做一个比较端正的姿势这样子 这样看起来画面比较不会那么丑 但是 那个比赛的压力跟张力就会让你很容易会发挥不好 就是你平常感觉很能貌的人啊 在比赛场上 就很容易会发生可能 没有貌的像平常打牌会那么好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呃 我也蛮鼓励大家之后 就是可以多多 呃 踊跃报名比赛的啦 因为现在一届人真的比一届少了 哦 那 冠军杯到四强以后呢 基本上就有所谓的奖励出现啦 就是冠军杯前四名呢都会有所谓的奖励 那他的奖励是什么呢 冠军杯是 冠军是十五万点券 哦 是十五万 冠军 那亚军是十万点券 那季军 就是第三名他有六万点券 那电军呢 有三万点券 就是 基本上只要前四名呢 你都是可以获得这个点券的奖励 可是冠军也只有点券而已 那那个点券的分配呢 每一支队友都不一样 有一些可能会说 哦 可能只有先发在打 替补本来就是挂着零鑽石的 他们就不分 那也有些是会想要分给替补的 就可以除以五 甚至你要把点券全部集中在 同一个账号 就给这一个人 那也可以 因为官方到时候 就是打完比赛 他会询问你说 诶 点券怎么分配这样子 好 那超级联赛又是什么东西呢 超级联赛他算是一个 哦 就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比赛 那他提供的奖金 奖励也比较好 就是所谓的奖金呢 不再是点券 那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他是从第三季冠军杯之后出现的 就是 呃 第三季冠军杯就是 黑曼巴拿到冠军的那个时期 那 他们那时候就是 只要你能打进第三季冠军杯的八强 你就已经保有S1 超级联赛的资格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超级联赛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也搜寻得到 就是那时候的超级联赛啊 基本上啊 也是 也是 那时候的超级联赛 基本上也是属于我们这个 分赛区的 他也是一开始先有分赛区这样子 然后最后才是合在一起打 所以那时候的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的盛大 就是那时候的超级联赛也是像这样子 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呢 他是有分赛区的 你看这边 这已经是最后总决赛的 这已经是最后总决赛了 那时候也是一样先分台湾区 然后港澳区打完之后 那 超级联赛的赛制就跟那个冠军杯的单败淘汰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超级联赛呢 他是这八支队伍里面基本上所谓打一个循环赛制啊 就是说你A队啊就会打到其他七场 七队就是你每一队都会交手过 然后会比较这个战机的比较 然后前四名可以进入所谓的这个季后赛 那你前四名呢你也可以去打这个 跟港澳赛区的超联前四名呢 再去组成一个最后总赛区的这个超级联赛 那第一届也是这样子打过来的 可是那时候赛事比较大是因为他还有先分 呃台湾区的线下赛 就是台湾区超联会先打一个线下赛 然后呃最后打到冠军之后你会先拿到奖金 之后再去打这个整个赛区整合的这个超级联赛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台湾区假设你可以在台湾区拿到冠军 然后你又可以在这整合完之后的超联再拿到一次冠军的话 哦那你这样奖金赚一赚至少也将近快 呃可能有个四五十万台币哦 因为我记得呃总冠军就是最后那个整合完的超级联赛的总奖金 我记得大概约三十万吧 我记得是约三十万台币 第二名我是不知道有多少啊 不知道是十万还是五万有点忘记了 然后第一届呃第一届超级联赛最后就是呃有我们的这个 港澳赛区的MG对A 哦他们拿到冠军嘛那最后也有发生那个 爆发那个奖金分分就是不平分的那个分配不均的事件 这个之后我们再来讲 反正呢超级联赛他的赛制是属于一个循环赛制的 就是他并不是说你打输了一场就没的那一种 那冠军杯呢就是他属于一个单败淘汰制 你输了就没了 但是冠军杯相对的奖励也没这么好啦 那超级联赛其实是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你可能每一个礼拜天你都要牺牲掉一个礼拜天来打比赛这样子 然后他那围棋通常是一两个月这样 就是包含到最后的总冠军赛线下赛那些东西 那样打一打可能要花到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的奖励也是提供的比较丰富就是有奖金这样子 所以呢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啊你那么强怎么不先去爆超联啊 怎么不去打超联什么的 别再这样讲啦 你搞不好冠军杯海选你都打不出来啦 你看这一次冠军杯超联资格赛也没有任何一支旧的超联被打掉嘛 那就是实力还是不足以可以扳倒旧的队伍嘛 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在新的超联赛季里面去打仗 好那今天也是跟大家讲这个冠军杯跟超联的差异性 也是我们这个比赛的历史由来 那大家知道每一届的冠军是哪一支队伍吗 如果你可以完整答对的话就是开放在下面留言 完整答对的话我们会抽奖 我们总共会抽三件 好不好我们总共会抽三件这个588的球衣 就是你要完整答对哦 冠军杯S1到现在S7还没打嘛 S7还没打到S6 那冠军杯的队伍有哪些夺冠的冠军队伍的名字就好了 这个上网也查得到 以及超级联赛前四届 他的冠军队伍的名字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你留言答对的话 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这个抽奖的动作 好那就是今天就简单的带大家了解这个冠军杯 以及超级联赛的赛制差异在哪 那星期天呢 星期天这礼拜天 也就是我们的10月23号呢 有我们这个最新一季的这个冠军杯S7 S7 那这个比赛的这个队伍也都出来了 那他们交战对手也都出来了 第一场比赛由我们AT team对上我们的BLKE队 下午2点的时候 就是为我们揭开序幕 那第二场就是RTS对上指球出现 也就是我们合并之后的港澳赛区最强的队伍 应该可以说是最强的 不为过吧 就是知识 小牛以及我们柠檬领军的这个指球出现2 那第三 第三场比赛是我们PLUS ULTRA 就是我们PU HOMEB领军的这个PU 对上我们 上届冠军 上届超连冠军的这个排球少年 那第四场比赛是我们的 上上届冠军 我们小七领军的这个Honey Avengers 对上我们的好男孩 哦 这个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相当精彩啦 那大家就记得准时收看啦 我是武藤游戏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 大家拜拜 拜拜